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义曼 王芷怡在挑大梁 立正让中国羽毛球军团女单再获一贯 据相关专家介绍 本赛季羽毛球赛成接近一半了 中国羽毛球军团女单方面 一共收获两个冠军 其中和冰交一共收获两个冠军 在德国公开赛和韩国大师赛 和冰交都是祭拜陈宇飞夺冠 值得一提的 本次印尼公开赛女单方面阵容堪称相当豪华 世界排名前八名的球员全部参赛 更是让这次印尼公开赛的竞争更加激烈 此前和冰交2015年获得过印尼大师赛的冠军 本次比赛和冰交首战对手是印度人辛度 辛度打法硬朗 球风很强 辛度人高马大 身高必长 也是让和冰交有所忌惮 去年东京奥运会和冰交就不敌对手丢了季军 和冰交面对身体素质很强的球员 还是没有太大优势 在上一战泰国公开赛 和冰交同样是面对比自己排名靠前的戴姿颖 结果是完败对手 因此和冰交尽管已经是取得很大进步 可是在带姿颖 辛度面前还是占不到太大便宜 不过和冰交面对山口倩 安喜盈 陈宇飞这样的技术型球员却有一定威慑力 和冰交或将遭遇苦战 首轮比赛不会太轻松 不过和冰交如果能首轮击败辛度 那么晋级之路会一马平穿 也许应了一句老话 踏平坎坷成大道 此外 上半区还有安喜盈 山口倩 马林等高手 其中 马林本赛季只打了欧锦赛的比赛 如今再次出发 马林期待能在商誉复出的亚洲赛场获得冠军 王指宜首轮迎战加拿大人李文山 晋级16强应该问题不大 而韩月面对泰国人布桑兰 要拒绝一轮游 需要努力呀 值得一提的是 印尼公开赛可谓是超级一千赛事 名将戴孜颖如果能获得冠军 就可以力压山口倩 重返世界第一 戴孜颖也是冲击决赛的热门人选 此外下半区有陈宇飞和张义曼 不过陈宇飞的对手是金家恩 金家恩是韩国女单排名第二的球员 期待中国羽毛球军团在印尼公开赛中 能够取得好成绩 心想事成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